弟兄姐妹们平安 跟你隔壁说耶稣爱你 还有跟他说很高兴看到你 感谢主 让我们每一个主日都能够回家 回家的感觉好不好 很好 对了 感谢主 那么希望每一个主日 都能够看到你回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那么如果你知道哪一位你的朋友 或者弟兄姐妹今天没有来的 好不好打个电话去慰问他 因为我们都是家人 家人不在的时候 我们当然很关心他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那个谁啊 这个舞蹈员的 那个谁 在哪里了 男的 男的 男程还有一个 永堂 永堂在哪里 因为永堂昨晚上发高烧 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他在这边服侍上帝 他是好的是吧 感谢主来荣耀 好像归给上帝 感谢主 因为我们 一知道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就要祷告 求上帝保守和医治 那么这几天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 齐海 齐海他 上个星期也不能来 因为他进了医院 那出院之后呢 他 这几天又进医院 又烙晒 身体不舒服 就又在医院了 所以我们 的医院助理 我们要纪念他祷告 温馨他 所以我想 教会就是我们要发挥 这样的一个关怀 让弟兄和姐妹都知道 这是我们属灵的家 那么 今年我们在推动 这个得胜突破年 那么我相信 走了半年了 在你的属灵的生命上 应该经历了许多的突破 和得胜的 见证 阿们 那么希望你能够把它写下来 然后跟你的小组的 主缘来分享 让我们一起的来感恩 因为这是上帝 随听我们的祷告 那每个月我们在这里 有这个MRT的禁食祷告主日 那每一次我们的祷告 上帝都 祝福 也随听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阿们 所以我要跟你分享 七月份 我们所主办的一些的聚会 那么上帝怎么样的 在我们的当中 行他奇妙的作为 那么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过的 这个全能健康 一个月一次的 这个全能健康 那这一次呢 我们搬回来 这个四楼的新堂 那么 这一次的聚会 非常的棒 我们看到 很多人都被 当天的 诗歌和见证感动 我先给你看 看一下当天的聚会的情况 看一下当天的聚会的情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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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个就是 我们每一次都是用 排毒操 来开始 那这次我们邀请到了 两位歌星 方林和英凤 他们的见证非常的感动 那么在这样的全能健康 我们也有抽奖 过后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查点的招待 那个 声音有点问题 等于不要紧 这个我就暂时不播了 看下一个视频 有没有声音 我们也带了一批的弟兄和姐妹 到沙巴 有那几天的调理营 沙巴的风景 它的空气都非常的好 而且呢 我们在那里也有上课 也有去泡温泉 也有去泡这个森林浴 也在瀑布那边 呼吸 护离子 那么这几天 大家都还得很开心 大家都打成一片 那么 我们也看到说 这些生命都是 他们也很喜欢 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新加坡 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能够让我们 有这样的时间 在那边再休息 在那边再休息 高高高微生与喜悦 万物多送你的慈爱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 我们住在山上 早上我们就在那里做排毒操运动 然后在那里有灵修 带他们去走吊桥 带他们去呼吸新鲜的护离子 带他们去泡温泉 不再流泪的愿 在后会这地践nar可別 过要抱 stakes为生命体悦 万无可送祢的慈爱 阿里属说祢的人天 与祢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道德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送祢的慈爱 阿里属说祢的人天 所以我们在山上也能够吃到当地的土产 万无可送祢的慈爱 来 掌声来感谢三流华一教协会 我们的执行长Ben 还有凯莉传道她陪伴这些生命斗士到神山去调理 那么我也去了神山去了八次了 你会问为什么牧师你要去这么多次 我说那里真的是太棒了 新加坡找不到的空气和风景 所以很值得我们去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来问 牧师什么时候带我去 我说问得很好 那么我就打算说明年带你们去 要不要 要 我就预备了这样的 因为最近我在报纸上 那个新航有一个特别的价钱 如果在今年到明年的三月底去的话呢 做新航呢 它的机票呢 便宜150块 便宜150块 我们这次去呢 去沙巴的这个新航的机票是352块 但是这一次他们就特别优待 有这样的一个价钱 但是呢要在9月23号前要订票 所以我就想如果现在不抓紧这个机会的话呢 我们如果去的话就会很贵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要参加明年的这个 神山全能健康之旅 在那里就像我们这一次所享受的呢 我们用这五天 拜一到拜五呢 我们去到神山那里享受那里的大自然 费用呢是800块 包括机票酒店吃 还有泡温泉去泡这个森林浴 还有给你晚上有这个树林的排毒 还有早上有心灵的排毒 有这些 那么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参加 我明年那只能够大概带30位去参加 因为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有机会 传福音给你的朋友 有的时候你邀请他去推休会 他可能就觉得没有兴趣 但是你带他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呢 他就有兴趣去玩 然后在那里我们有交流 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的策略呢 是希望说能够主办一些这种 两天一夜或者一日一游的兴致呢 让你能够邀请的朋友参加 那透过这样呢 我们能够跟他做朋友 能够为他做见证 希望把这个福音能够带给他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的截止日期是这个月底 所以你只要到服务台给个名字 然后放下800块做订钱 不然的话你改变主意的话 我去哪里找800块来赔 所以你要帮助我 不要让我亏本 因为我也不是在做生意 我只是要带你去把健康找回来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那么你可以报名 然后还这个800块 那明年我们一起出发 让你会比我更厉害 我去了8次你可以破纪录 所以这个是我们感恩的 那么我给你看一下 刚才放的时候没有声音 我们全能健康的聚会 我们全能健康的聚会 祝你正好因你彼此爱 联名春到永远 祝你正好因你彼此爱 联名春到永远 Hallelujah Hallelujah 各位各位姐妹大家平安 很感恩透过这个视频 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这个全人健康讲座的领受 很感恩从开始至今 差不多也整年的时间了 那从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人数 一直到今天 人数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而且更棒的 我自己领受的就是看到 我们生命都是透过这个视频 从他们开始来的时候是领受 然后到他们今天 起来服侍 起来把这一份的爱 能够传达出去 我们的生命都是呢 他们在这个全人健康讲座里面 他们所领受到的是什么 蒙恩蒙福 是神的恩典 六姐妹我们的生命都是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渴望的是什么 能够把这一份的爱也能够传递出来 我们生命都是他们今天透过舞蹈 透过肢体能够传达上帝的爱 更棒的是在这个全人健康里面 生命都是他们的见证 从他们怎么样恐惧当中 然后他们经历到上帝 他们怎么样在今天还在抗癌的过程里面 仍然是抓住神 相信神在他们当中 上帝的工作不会是一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个全人健康讲座里面 我是担任主席 那每一次在台上的时候 我看到生命都是他们来 他们是带着可慕的心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来了吗 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全人健康讲座里面 看到你来 我们不只是说因为我有病我才过来 而是我来我可慕遇见上帝 我来遇见神 和弟兄姐妹一起 所以假如你平时 星期三没有工作的 那么你就过来吧 那么来去经历 所以我们现在很感恩的 我们已经回到自己的教会了 在四楼 那么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两点钟在教会四楼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甩手运动 然后就是报告见证 然后就去经历神话语的大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望见到你哦 拜拜 Amen Amen 来掌声感谢上帝 所以帮我邀请你隔壁的 下个月5号 9月5号来参加 跟隔壁说一下 那当然他跟你说我有做工啊 是啊 每个人都有做工 但是你找这一次的机会 一个月一次而已 这个工作把它放下做主的工 去邀请朋友来 这个是值得的 Amen 值得我们为主而活 然后呢 你牺牲了半天 那么你来 不但你得到祝福 你帮助别人也得到祝福 Amen 所以感谢主 那么呢 我这一次在这个沙巴呢 有两个任务 一个就是陪伴生命斗士到神山去休息 去调理 然后另外一个任务就是 沙巴的这个恩权基督教会 邀请我去那边呢 跟他们分享 怎么样传福音 怎么样用十二祝福来传福音 那么感谢主 这一次能够到他们当中呢 也带给他们极大的祝福 那么我先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所拍的照片 在那天的主日呢 我们用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来跟他们分享 我们怎么样的出去传福音 用十二祝福来跟这些不认识的人来分享 那么平时他们的出席人数大概三十多位 但是那天就来了八十多位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将近要三倍的人数出席 我本来在去之前我跟郭牧师说 牧师你要印这个十二祝福的单张要印一万张 他听了之后他噢噢噢噢 那我去到的时候你知道他印了多少张 他印了五十张 所以 那么我们的本来是比较大张 你手上有一张 他印的是比较小张 哇 牛醉啊 所以我就看到说 他对这个十二祝福不大有信心 所以我就说 哇 你看这次来了八十五位 那么你才印五十张 我本来是说聚完会后吃完午饭 要带他们去外面做十二祝福 但是单张不够啊 所以那个就没有去做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在教会 既然来了这么多新人 我们吃完饭之后 就一个一个跟他们传这个福音 所以你看到 当天呢我们有八十五个人出席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三倍的突破了 然后呢他们有十二位 包括牧师和他们的同工和领袖呢 都有十二位在做这个十二祝福的工作 然后当天呢有五十九位 填上这样的一个表格 也被祷告 那么感谢主 当天就有二十一位 二十一位信的耶稣 哈利利亚 二十一位信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带给他们的教会很大的一个惊讶 而且呢看到其实很多我们自己的怕呢 都是多余的 而他们就看到说 人都在等着我们邀请 等着我们呢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们呢 把握每一位来的人呢 我们就跟他们分享这个十二祝福 而且呢把福音带给他们 那么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呢 之前呢师母她就 到楼下的咖啡店去找 找人传十二祝福 因为她希望说 能够有机会带领人信主 然后马上能够给他们看到说 人已经在等着我们来向她传福音 所以感谢主她在楼下 就抓到了一对夫妇呢 跟他们分享这个十二祝福 他们也愿意信耶稣 我给你看这个视频 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邀请你 进入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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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个人的救助 赦免我个人的救助 赦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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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恩爱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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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聚会过后 我们也访问了教会的同工 让他们回应一下 到底这一次我们给他们的分享 帮助了他们什么 所以郭牧师的女儿Doccas 就有这样的跟我们分享 郭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十二个祝福 所以其实给我很大的鼓励 还有带来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因为在以前小时候 都是有几个人在青少的时候 一起带我们去传福音 但是过后呢 刚长大了一点的时候 就觉得传福音有点困难 那今天进入这个十二个祝福的时候 就看见牧师的火热 还有师母的分享 还有弟兄姐妹们的分享 就让我感受到 这个十二个祝福其实是不难的 那么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祝福 所以当我们在去传的时候 然后就是以十二个祝福来开始 也问那个人需要什么祝福 所以借着这个桥梁呢 能够让人能够来认识主 因为确实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些的祝福 那么就让我有很深的感动 还有很深的推动 就是说去传福音不再是很难 然后传福音也能够以这个的方式来去分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 谢谢 跟你哥必说传福音不难 阿们 然后郭牧师也给我们的勉励 各位新加坡救主堂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平安 感谢主 我是郭牧师 郭乔治牧师 是恩权基督教会的牧师 我们感谢神 因为神才派张苏祥牧师 他也是我们的顾问 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 这个主日 跟我们分享十二祝福 就是这一个 我们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教会实在是需要学习 使用这个传福音的工具 我相信神安排张苏祥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有他美好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使用这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 或者方法 十二个祝福 能够来跟人家分享 借着十二个祝福 让我们祝福人 也鼓励人 带领人 得到永恒的生命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 做他们的神 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将会跟子士好好的商量 我们怎样来推动 使用十二个祝福的方法 去向人祝福 去传福音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们都能够掌握 分享十二个祝福 也能够很自然的成为 生活化的一个生活 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生活 能够去跟他们的家人 跟他们的同事 亲朋亲友来传福音 让我们的教会 拥有这个美好的工具 能够有这个管道 能够去把伟音带给更多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 特别是那么华人 都喜欢祝福 所以我相信这个方法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祝福 当我们说你认识十二个祝福吗 你要得到这些祝福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接受 神要给他们的十二个祝福 好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的努力 Amen 所以我们的十二祝福 已经传到海外了 所以你如果还没有开始的话 八月份我们继续的带领 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那么不管你是用十二祝福 或者用什么 我挑战你就是去传主的福音 Amen 那么他们也愿意接下来六个月 每个月 每个星期都在传福音 所以他们开始大量的 在印那个十二祝福的单张 他们也要做十二祝福的T恤 他们也要做我送给他们那个卡 同时也要做杯子 所以他们的信心被调光起了 因为我把你们所做的告诉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加油 Amen 跟你哥们说加油 那么我们自己教会在七月份 也小组都带领他们去做十二祝福的传福音 所以感恩在七月份 我们有107位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祝福了189位 那么有221位填了他们的表格 那么在七月份的信主人数有十八位 Amen 感谢主耶稣 Amen 那么我们继续的做 继续的做 让主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 那么我们当然盼望他们信的主之后 能够回到我们的教会 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让他们先信耶稣 然后你继续的跟进跟他们联络 那么他们可能会跟你说 我比较方便到我家附近的教会去 你也陪他去一次两次 我们要确定他能够去到教会 那么那些当天只是接受你的 这个填表格要其他的祝福 也没有关系 那么让你继续的跟他们联络 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 邀请他们来到教会 当我们教会有什么特别的主日 那你就可以邀请他们来 那么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 他们的心门打开 接受耶稣基督的 我们只要继续的传 那么小组也没有忘记 他们也做家庭的拜访 或者医院的探访 或者家庭的祝福 我们要动起来 出去祝福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年头 跟弟兄姐妹分享说 今年我们要建造五星的救助堂 这个是硬体的建造 那么只有硬体的话是不够的 我们也需要建造一个五星级的MRD教会 就是上帝更看重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心态要对 然后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 就会成为多人的祝福 那么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四个心态 第一个心态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什么心 大声一点嘛 顺心 一起说顺心 第二个心是什么心 热心 第三个心 同心 第四个心 爱 爱心 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五星级的 这个MRD教会 那我想 这七个月以内 我们在这四方面的心 有没有得胜 有没有突破 有吗 从零到十分 你拿了几分 我们继续的努力 因为我们要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 不断的来突破和得胜 那么求主呢 帮助我们 每一位救主堂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活出顺心 热心 同心 和爱心 然后 最近我们在 推动一些的活动 跟鼓励弟兄姐妹的 这个参与和支持 那么 我希望说我们能够更加的 同心和热心的来支持 这几个礼拜在这里报告说 我们要呼吁弟兄姐妹 来支持我们教会中的 这个品牌的事工 叫做荣耀事工 那么因为 今年我们的标志换了 换成新的 你在身上有看到新的 所以荣耀事工 也需要把他们的T恤换成新的 颜色还是一样 还是蓝衣天使 但是呢 他们 决定今年呢 就推出这个新的T恤 有新的标志 到目前 华文堂会才有百多人 买 你觉得够不够 够不够 我们华文堂大概有三四百人 那么只有一半的人支持的话 我们这个品牌就会 这个招牌就会掉了 因为我们要大力的支持 所以好不好 我请我们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荣耀事工的话 今天去报名 参加一份 因为荣耀事工所得到的荣耀 你有份 因为你参与的 那么 如果 因为时间你没有办法参与 那么最少在祷告中支持 最少呢 在今天呢 你去买一件的T恤 来鼓励我们的荣耀事工 我们的主任 我们的尾强传道在哪里 尾强传道 举个手一下 所以他 请我跟他报告一下 所以我们鼓励他 可以不可以 掌声来鼓励我们的 尾强传道 也鼓励这些已经在 荣耀事工很忠心的 在服务室的弟兄姐妹 需要你的参与 需要你的支持 支持 所以 当我们在推动 五星级的MRT教会的时候 在这方面 让我们好不好 也大力的来支持 所以我不晓得你 还有在哪一方面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继续的 一起说忠心 一起说忠心 我们非常的感恩 因为主耶稣他很看重你和我的忠心 那么在忠心这一块呢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 就是五星级教会 我们提到忠心这两个字呢 我知道 当我们现在提到忠心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觉得这个新世代 很难找到忠心的人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婚姻上 或者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发现 我们很容易的就放弃 经不起考验 如果对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很可惜了 所以在教会里头 我们要鼓励弟兄和姐妹 上帝很看重你和我的忠心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写到一个比喻 将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 你要听到神称赞你 又忠心又良善呢 还是又懒又恶的仆人 那我相信你和我都要成为那第一个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阿们 哈喽 这是主所看重的 那么我们无论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过程当中 面对做什么的考验 让我们要忠心到底 那么这个忠心这个题目呢 我会用四次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有四方面的忠心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四次的忠心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忠心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第二个忠心呢 我们要忠心于主的大使命 我在九月份来分享这个题目 我们要忠心于主的大使命 我们活着的目标就是 主留下了这个使命给我们 我们要忠心于主的大使命 第三 我们要忠心于主把我们留在救主堂 我们要忠心于我们的教会 第四 我们要忠心于我们的婚姻 这四个忠心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当我讲到忠心于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呢 是在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的时候呢 我会让我们的夫妻们呢 你如果愿意在十一月份 你如果愿意在十一月份参加我们这个婚姻更新礼 我们三年请主办了很久了 那么现在 在山东啊 借娘都在邀请我去那边办 我想今年我也想要在十一月份 当我提到忠心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呢 十一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的MRT主日 当天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婚姻 特别是我们的婚姻 所以我下个礼拜会给你们报名 上一次我们有六十多对 那么我相信 这个十一月会更多 因为我们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被更新 我们会走到一半我们就花心分心就放弃了 那这不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忠心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从《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来看 到底当圣经讲到忠心的时候 他要我们怎么样的来活出这个忠心 那么我选择《启示录》的这个经文 因为《启示录》这本书 对我是一个非常有感触的一本书 有多少人已经读过《启示录》一遍的举手 那么有好多读过了 他们读来读去都读不明白 什么是《366》什么是《独基督》 什么是《古龙》 很多这些的记载是看不懂的 那看不懂不等于你就不要看 我们要继续的去认识上帝的话 我在信主之后不久 那么东岭圣经学院的业校 就开一个三个月的业校来教导《启示录》 所以我就报名参加 我要了解到底《启示录》是在做什么 那么我去参加了之后 我透过这本《启示录》 我的生命经历了一个大翻转 我对主的那种的爱和忠心 从那次到现在只有家没有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个是上帝的话语的能力 他说当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去念这本书的时候 也去遵守的时候 你是有福的 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记载 那我去上了这个《启示录》的课程之后 我也得到第二个祝福 第二个祝福就是我去上这个课的三个月 我也找到我的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去上这个课 以前的那个女朋友 就是现在我的太太 我们都没有约好说要去上 但是我去上课之后就看到她 所以我几乎每一次上完课之后 我就打电话去跟她沟通 因为我很多不明白 因为她是我属灵的大姐 我那次认识她 她已经是七年的基督徒了 我才不到一年 所以我借着这机会 跟她请教跟她问的时候 没有想到问来问去问来问 三个人就爱上了她 所以《启示录》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本书 你在读圣经读哪本书找到你的女朋友 找到你的爱人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这样 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中心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我们要在四方面的中心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学第一个的中心 《启示录》的第二章 第八到十一节在告诉什么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宣读 大声的来宣读这段的经文 因为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是有福的 阿们 来一二三 你要写信给世美娜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此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回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 几个人下的尖里 叫你们被试念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自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你应当听 得胜的 必不受这第二次的死 阿们 请坐 这段的经文 神 要告诉我们 关于忠心的三方面 第一个最重要的忠心 就是忠心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没有别神 没有任何的偶像 你和我需要去忠心的 唯有这位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又活的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 是你和我要对他的忠心 阿们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 也有很多人 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今天不在我们当中了 他们离开了主了 但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这里 告诉我们 我们要忠心于我们这位 全能 这位 首先 以末后 从死里复活的 主耶稣基督 阿们 第二方面 无论 无论 环境如何 我们 勿要 自死忠心 所以 耶稣不要我们忠心 他要我们 自死忠心 阿们 单单忠心 会改变 但是 这里所强调的是 自死忠心 意思是 我们要忠心到底 不管我们的环境是如何 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的苦难 不管我们是面对了什么的逼派 耶稣告诉士美纳的教会 我们要自死忠心 不要轻易的就放弃 你这宝贝 上帝用他的命来换取的 我们要自死忠心 在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在面对一些生活上的考验 或者受一些的逼迫 或者在受苦 我们也知道 初期教会 这些的门徒 他们面对患难 第九节他们面对患难 他们为主 而牺牲 甚至贫穷 但是 属世所看的跟神所看的是不一样 他们虽然没有物质上的享受 但是上帝说 你却是富足的 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 在我们的属灵上 是不是比我们属世的更富足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忠心于我们的主 初期的教会 他们面对撒旦的攻击 他们为主受逼迫 受毁谤 有的甚至被吓到尖里去 这个是初期教会的基督徒 今天如果你也为主的缘故 遭遇到这些的患难呢 启示录第二章第九第十节 主有话要给你 他说什么呢 第九节他说 我知道 他讲了两次 耶稣基督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所面对的挣扎 所面对的考验 所面对的苦难 主都知道 主都知道 主对 当时的 士美纳的基督徒说什么 在第十节他说 不用怕 跟你旁边说不用怕 因为怕 因为怕只有把你 拦住你 继续的中心到底 魔鬼 魔鬼就是要用这些的方法呢 来阻止你继续的跟随耶稣 如果 如果你所经历的 试炼是非常的 大 耶稣 耶稣 在第十节 在第十节 也告诉你 你不要 致死忠心 忠心到底 不要向敌人 低头 我们要继续的 相信 我们的主 能够 让我们得胜 Amen 因为这些 都要过去 我们要选择 更宝贵 更重要的 更有永恒价值的 我们 一生来跟随他 忠心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第三方面 启示录第二章 第十 和第十一节 告诉我们 忠心到底的 有什么祝福和奖赏 耶稣要我们忠心到底 他要给我们什么祝福和奖赏 在第十和第十一节 他说 他要赐给 他们生命的冠冕 还有呢 他们 这些得胜的人呢 他们就不需要受第二次的死 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 要你忠心到底 要给你的祝福 生命的光明 我们为主 我们知道 很多我们的这些使徒 门徒 早期的基督徒 为主殉道 为主的福音 摆上了生命 为什么他们 为什么他们 能够自死忠心 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他们 给了他们 生命的冠冕 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给他们将来 所要去的 是好的无比的天家 Amen 所以我们不要看现在 我们要看到将来 主为你和我所预备的 新天新地 在启示录21章 的第一到第四节呢 告诉我们将来 我们所要去的 当我们离开 这个世界之后呢 我们看到 在第三节 他要 与人同在 上帝要与人同住 他们 要做 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 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 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 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这是主 要为 你所做的 他知道 你所面对的 为了他的名 而受苦 他说 你是有福的 将来 他所要给你的赏赐 是到永远的 21章 第五到第七节 他叫 约翰写上 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上帝不会说谎话 因为只有魔鬼 是谎话之父 上帝 上帝所说的 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要给我们 生命的光明 他要将生命全的 水白白的 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他说 得胜的 必承受 这些违业 耶稣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他的儿女 阿们 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的 今天是最好的日子 等一下邀请你出来 为你祷告 把这个最好的祝福来献给你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 刚才 耶稣有提到 如果 那些半途而非 放弃这个信仰的 跟那些没有信耶稣的 他们要经历第二次的死 那到底第二次的死 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次的死 就是我们肉体的死 死了之后 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不是上天堂 就是下地狱 下地狱的人 就是第二次的死 圣经怎么形容呢 在启示录二十章 十二节他说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暗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 这些暗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 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什么 第二次的死 这个火壶第二次的死 不是上帝为你和我预备的 这个地方是为魔鬼所预备的 魔鬼妒忌 你和我 借着耶稣基督 将来去到新天新地 我们的新耶路撒冷天堂 他想尽办法 要把你从神的手中 抢回来 要你跟他一起呢 将来去到火壶里面 永远地受苦 今天神要用你和我 把这些还不认识耶稣的 他还不知道将来他们所要去的是哪里 告诉他们上帝的大爱 包括大人小孩子 因为十二节说 无论大小 所以为什么旧堂也一直在办 这些生日party 儿童的生日party 因为这些的孩子也需要福音 他们也早听到福音 也早信耶稣 他们就能够做主的功 传主的福音 我们都不要被扔在火壶里 二十章十五节他说 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二十一章第八节他说 唯有胆怯的 不幸的 可争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什么 第二次的死 谁会被扔在第二次的死火壶里面呢 圣经已经记载得很清楚 所以上帝要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宝贵的救恩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考验 我们要忠心到底 Amen 一起说忠心到底 必然得救 Amen 我们要把那些已经离开神的人找回来 我们要向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 把他们找回来 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如果魔鬼常常在你的耳边 控告你 提醒你的过去 你是个烂读鬼 你是个吸毒者 你是个说谎者 那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你可以告诉他 耶稣已经赦罪了 Amen 那你提醒他什么呢 你提醒他的将来 谁要去的地方 去哪里 火湖里 地狱是他要去的地方 如果今天他仍然的骗你 提醒你的过去 你告诉他 我的过去已经被赦免了 你提醒他 将来他去到火湖里 他是很孤单的 Amen 我不要跟他去 Amen 我要忠心到底 我要以神永远的同在 好不好 要不要 今天我们都做这个决定 我把一首很好听的歌改了 把这个五星放进去 因为我们需要活住这个五星级的生命 我们有顺心 热心 同心 爱心 还有什么心 什么心 忠心 我们彼此的鼓励 我们彼此的来得胜和突破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献上自己 今天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不再跟过去一样 只是来调听个道 我们要回应神 还没有信耶稣的 今天快快的来信耶稣 已经信耶稣的 你面对生活上的挑战 为主受苦 今天 你来 领受 这个恩高 这个祝福 让你为主而做 为主而受苦 将来 你所要得到的 降赏 是何等的大 何等的荣耀 Amen 我们彼此的鼓励 不要放弃 不要随便的放弃 而这首歌说 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这一生 让圣灵的火 来燃烧我们 恩高我们 这首歌叫我们 高举耶稣基督的旌旗 那些高举耶稣基督的 弟兄姐妹 忠心地来服侍神 成为基督的精兵 因为有很多需要我们 高举我们的得胜的旌旗 来拖住他们 明天就有一批 宣教队要出去了 记得 你在家中 继续地纪念他们祷告 而这首歌的副歌 就是我把这五星加上去 它说 让我们建立救主堂的MRD 每次我们有三个邀请 三个MRD的邀请 我们邀请你来经历你的神迹 还没有信主的呢 你需要经历最重要的神迹 就是信耶稣 那我们当中今天你需要什么的神迹 你需要医治 你需要在你的经济上的突破 你需要在你的工作上 婚姻上的突破 你出来祷告 R是什么呢 R呢 就是我们要 我们的属灵上的这个复兴 我们被主的灵来更新我们 更爱主 中心到底 不要那个灵火 越烧 越小 甚至扑灭了 我们出来祷告 方言的祷告 让圣灵的火燃烧在我们的身上 那第一的邀请是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不要再跟过去一样 我们要火热的来爱主 火热的来传福音 把一切的坏习惯都完全的被改变 所以MRD的教会 我们每个星期就邀请你来领受 来经历 那么我们要以 顺心 热心 同心 爱心 忠心 去传福音 完成主的大使命 荣耀主的国度 Amen